整句 讓愛每一刻都沉溺 就算孤單 太多於我的心 很年輕的時候你就寫下了這首作品了對不對 是我在讀音樂的時候 剛開始讀音樂的時候寫的一首歌 而且是我人生寫的第一首歌 你人生寫的第一首歌就這麼厲害了是不是 沒有 其實我想這首歌背後也有一些還蠻有趣的故事 當時你寫完了 然後呢唱片公司也敬為天人 然後後來呢就是朱元平導演也聽到了 其實不是說你看了電影的時候才去搭配了這部這個歌曲 是他聽了你的歌曲之後 發現說非常的適合在他的電影當中 有你這樣子的音樂能夠進去做一個補助對不對 是當時就是我 我個人就是他們挑了我的曲子我都還不知道 然後是透過唱片公司 然後就跟我說了 然後我就很驚訝 我覺得第一首歌就可以被用在一個這麼大的電影裡面 其實真的是感到很幸運 對 所謂孤單故事沒有你 在平衡 以你自己來說其實你並沒有說刻意的想要去強調自己的 爸爸媽媽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了 爸爸就是 劉家長老師 對不對 一開始你並不想要刻意去提到這個部分 開始我個人就是專心做我的音樂 那我覺得我的爸媽就是我的爸媽 然後我就是做我的音樂 那後來大家開始就免不了會去提到 然後也就會把焦點放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坦白說會不會有壓力對你來講 我個人覺得多多少少有一點壓力 目前還好 目前其實現在比較緊張 因為在Live我覺得這個還比較緊張一點 是喔 因為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子謙真的是很用心的 在哪些地方 畢竟你之前小的時候都是在國外 對我是在美國出生在美國長大的 還會如今